吐口水有血是什么原因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赵亮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口水里面带有血丝 或者是粉红色的口水的原因 有可能是口腔的疾病 也有可能是鼻咽部的炎症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呼吸道的疾病 也有可能是消化道的疾病 这种都有可能 那么我这里主要来介绍 口腔部的疾病造成的口水中带血 那么常见的就是牙咽炎和牙周炎 解决的时候就是需要定期的结牙 还有一个就是血液系统的疾病 所以我们结牙之前 我们先要做一个血肠规和凝血的检查 去排除全身的血液系统的疾病 以后才能去进行节制 这个是自己可能不太好区分 尤其是鼻咽炎或者是呼吸道的 就有这种卡血 这种可能能区分出来 它有咳嗽 半有咳嗽 那么消化道的话 它可能会有呕血的这种现象 但是早期的血液病造成的出血 和口腔的牙咽的出血 患者是不太好区分的 必须要经过实验室的检查以后 我们才能鉴别出来